中国女排2018年的训练和比赛,复工成为了人员变数最大的位置,充满了悬面。 参与复工位置竞争的球员包括袁新月、严妮、胡宁月、王元元、高毅、杨涵玉。 随着老将许宇立在七月回归到集血队伍,竞争变得更加激烈,中国女排征战亚运会只带了三名复工。 但是征战是锦散,不太可能还是只带三名复工,因为这会冒很大的风险。 2014年是锦散,中国女排就是只带了三名复工,当年是因为带了三位而传手,所以导致出现三复工状况。 但是是锦散的赛程很漫长,薛云丽在副赛阶段受伤,导致后来女排只有两名复工作站,台并不止受到撤走。 如果薛云丽不受伤,中国女排有没有可能夺得去锦散冠军。 当年的军赛,中国女排一比三输给了美国,区区亚军,随后中国女排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和奥运会冠军。 这只狼家军就差一个市锦散冠军完成大满贯。 薛云丽在去年全运会比赛中受伤,一直休养到了现在,她还无法参加全部的训练,再努力进行康复。 女排是锦赛在九月底举行,现在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,郎平在七月半将徐云丽召回集训队,无疑是想要看看徐云丽能否恢复健康。 在前两天的普陀山祈福活动中,徐云丽也亮相了,说明她是还存在机会今年盯战大赛的,健康的徐云丽是中国女排的另一定海神针。 2016年的李渊的奥运会上,她是中国女排的二号得分手,她一共得到59分,仅次于朱婷,其中进攻得到45分,兰网得到12分,发球得到2分。 徐云丽身高1米96,她的基本功很扎实,兰网能力出色,进攻果断很辣,被雨为难长城,徐云丽在场下也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。 是对人们很尊敬的理解,她和朱婷的关系很好,不仅能在球场上给朱婷巨大帮助,场下也能分担朱婷作为对照的压力。 东京奥运周期里,郎平是希望徐云丽继续做贡献的,她对徐云丽很信赖,但是很遗憾,徐云丽在去年全运会上重伤,让她到东京奥运周期计划蒙上了阴影,徐云丽到底能否恢复受伤前的水准。 我们看到杨芳续生运归来后表现平平,薛运丽的状况又会如何?如果薛运丽恢复健康,郎平无疑会待她的出征式锦赛。 但薛运丽没有入选要运会名单,也没有入选瑞士精英赛大名单,以及女排二队大名单。 假使她恢复健康,和中国女排也没有实战魔壳的机会,旧的征战是锦赛。 中国女排也需要做好预案,如果徐云丽的恢复感不上是锦赛,那么第四名复工手会是谁? 高义、王源源和杨含玉血谁才好,这三位年轻复工想通过瑞士精英赛和亚洲杯赛的表现来抢位。